別以為這條片是新年,流到現在才出 昨晚凌晨2點16分 有讀者拍到在啟德體育園區地盤 有人放煙花 基本上這幾年都是在那個位置會藏煙花 但今年過年的時候就沒有放了 因為我發覺過年的時候已經是拍了那些警車在那裡 放在那裡就沒有放了 但昨晚我就突然間我睡了 我躺在床了 突然間聽了一聲聲 那之後放煙花我馬上出來拍 其實挺有趣的 都開心的 J小姐說絕對不是想投訴 是想分享給大家一起看煙花 畢竟不用霸位這麼近看到煙花 好難得 但循例都要提一提 在香港放煙花是犯法的 根據香港法例第295章危險品條例第6條 任何人魚非法藏誘或嫌放煙花炮掌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不知放煙花的人是否想在疫情之中增添歡樂氣氛呢? 為香港人打打氣,大家都要加油 那是真的 可以做到 但我們要做一個 我們要做個禮物 做個禮物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